有什么来学这个课程 很多同学都是说 其他同事他们上面都按钮了 他的ECL里面没有任何按钮 所以他就会有一点点感觉 好像他不学这个好像都不行 有点被逼着来学的 另外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 你其他同事的ECL里面 有没有开发人员标签 所以如果他有开发人员标签 那表示他已经有开始撰写VBA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表示他可能还没有 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一个办公室里面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BA怎么使用 首先一 其他也许你暂时可以不要用到 第一个把它打开来 记得就是把它移动一下 我的习惯是把它稍微缩小 那需要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我们程式要写在这个里面 记得你不要 之前有同学就随便点一个地方 只要是白色就开始打程式了 但是有时候执行就会出错 请注意 这边有个模组 里面打程式 模组打程式 OK 那本来你打开来的话 基本上呢 它的结构一定是这样子 没有模组 所以我把这个模组移除掉 OK 不要会出 预设你们打开来应该会长这样 就是在这边一个档案会对应到一个VBA的project 名称的话就是跟这个档案名称一模一样 那里面预设的话会给你this workbook 就是这个工作部的物件 还有对应如果底下有几个工作表 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对应的工作表物件 这里面当然都可以写程式了 不过目前暂时我们还用不到 你只要知道这个结构就好了 那可能需要认识一下它的环境 所以有些环境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尤其什么呢 之前有同学就习惯性 因为看到那个叉叉 就会很手痒 就会想要把它点一下 他就把环境就变这样了 然后他就很紧张 他想说会不会关掉之后呢 再开起来又恢复正常了 答案会吗 应该是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关掉它 你就把它打开就好了 所以他就很紧张 就想说要不要 是不是很严重 需不需要重灌esale 其实没那么严重 其实你只要关掉之后 你找到地方把它打开就好了 那个东西叫什么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专案中管 所以特别重要 你如果不小心关掉 就把专案总管打开就可以了 那至于底下本来有一个所谓的属性视窗 暂时还用不到 为什么 因为这个属性视窗 可能在撰写那个表单的时候 才会有可能会需要 所以你这个底下这个关掉没关系 反正至少要有一个所谓的专案总管 所以你们待会如果不小心关掉那些关系 就直接到那个专案总管 最重要 这个打开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开始撰写 这个VBA的程式 那要从哪边开始下手 特别要第一个你先环境了解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开始撰写VBA的话 一定要记得 在这个专案上 按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 我们如果要撰写VBA 请你先插入一个模组 请你把程式先写在模组里面 OK这一点的话我想要特别注意一下 插入一个模组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出现有一个Module 1 OK他就会 你就把程式先写在这里 特别注意就是 如果你已经有个Module 1了 你不要再插入第二个Module 1 第二个Module 2了 其实先一个就可以 因为我们刚开始 程式没有很复杂 所以先一个就好了 除非将来你有很多 程式很多很多 然后你要分类的话 那你可以用模组来分类 好那里面的话 我要做第一件事 就是说我要产生按钮 比如说那个按钮叫什么呢 叫门号 好了 那那个门号按下去呢 他就可以自动帮我把 这个我要输出的结果输出到 我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那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 请你在上方插入程序 那程序的话特别注意 请给他名称 那名称的话 也许我们叫做门号好了 比如说这个我取一个名称 叫门号 好 然后按个确定 确定之前 当然其他不要改了 这个是sub 特别注意 将来如果是按钮的话 对应的是sub 如果是制定函数的话呢 就是function 那这个property这个暂时用不到 你就先不要去点选 底下的话有效范围呢 通常是public 如果你是private的话呢 那其他的物件或者其他的专要使用可能有问题 如果目前 基本上还是用public 比较没问题 你就用先public公开的话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是把门号两个字输入按确定 那输入上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可能一个状况就是你们的这个字可能太小 因为这个环境它预测的字只有9号字 所以我建议是在工具选项里面有一个撰写风格 它本来的字是这么小 9号字大概这么小 这样看起来其实还蛮不舒服的 我是建议你可以从工具的选项 里面撰写风格 把字稍微放大一点点 也不要放太大了 大概以看得舒服为前提 OK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里面该怎么样撰写我们需要的程式 首先你可能需要先了解一个规则 它输出的东西会写在前面 被输出的写在后面 中间加等号就可以了 你要输出到哪里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先学第一个 这个Excel VBA里面的物件 它第一个物件最基本就是储存格 储存格呢 在Excel VBA里面怎么表示呢 比如说我要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伊兰 伊兰里面的第几列 第四列嘛 那如果你要撰写 记得这个以后一定会常常写这个 叫Sales Sales加S 所谓的Sales指的就是 这一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都叫做Sales Sales指的是所有储存格 但是呢 你要怎么指到其中的一个储存格 前刮户 这个时候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Row Index 请你告诉我 你要输出到哪一列 你就跟它讲说 我要输出到第四列 先列 逗点 他问你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要输出到第几栏 OK 那当然你这个栏 你可以输入五 或者是 我们习惯是用那个 英文的 比如说伊兰 不过特别说 如果你输入五 你可以用数字 如果你输入那个栏 哪一栏的话 你可以用文字 记得前后要加双引号 好 记得哦 输入到哪边写前面 后面加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零九 所以这边一样零九 然后呢零九什么呢 end 那我后面要加什么 加上的是电信业者 电信业者在F栏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零九后面end 然后呢 再加上哪个储存格 加上F栏 一样同一列 F栏 有没有 就是零九 然后F栏 这个其实可以把前面复制贴过来 不过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end 跟在Excel里面最大不一样是 前后要加上空白 这个是它不一样的规则 恐怕还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 如果输入完之后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把它什么 先执行看看 上面你如果打完这些 你可以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会不会帮你把后面的东西执行到前面呢 你可以试试看后面0911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帮你把后面这个东西执行到你指定的这个储存格了 但是你会发现它会把零给去掉 为什么因为你是0911嘛 里面都数字嘛 一样嘛 你打那个 它会自动帮你把零给扣掉 所以后面还有什么 后面我们好像还没打完嘛 所以后面还有什么 end 然后再一个减的符号 记得前后多加空白 然后end什么呢 end 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用一个Test Test当格式 不过呢 在VBA里面 它有类似的函数 但是它名称不叫Test 它改个名称 它叫Format 用法一模一样 只是名称不一样 那Format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储存格里面的东西 这个储存格叫G4 可是在这边你不能用G4 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这个名称 这个 特别主要 这个VBA里面就是 有点你换一个地方 写语言不太一样 那这边就改成什么 G4 OK 然后逗点 0 0 0 后面再一个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再输出看看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这边有一个减的符号了 所以输出的话 0会帮你保留 有没有 084 那再来后面呢 一样嘛 就是把这一串 Ctrl C Ctrl V 这边改成什么 H 看懂 应该 应该可以 可以看懂这个意思吧 把它执行 输出了 OK 这样就写 可是问题来了 这时候我们只有写 一列吧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这后面的东西 它串完之后 丢到前面 这个观念可能要建立起来 VBA就这样串给它 这个在哪里 这个在这里嘛 OK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就是了解 特别是我们最基本 VBA最基本的单位就是储存格嘛 OK 可是你也想说 那后面还有啊 那怎么办 第五列嘛 所以你这边的话 当然 比较 笨的方法就是 Ctrl C 对不对 然后呢 Ctrl V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五嘛 对不对 这边改成五 然后再输出的话 它又输出一个了 改成六 不对啊 你想说 这样不是 一直贴贴贴贴贴 好像最下面到103列吧 那你总不可能贴99次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 第二个你可能需要知道一个东西 叫回圈 这个回圈的意思就是说 刚刚讲过了 人最讨厌的事情就重复做 但是电脑 它最喜欢的事就是重复做 对电脑来说 重复做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对人来说是非常厌恶的 其实我也是非常厌恶 就一直重复做 一样的事 我宁可把时间花在想程式怎么写 我也不愿意重复做那些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 都是花时间在想程式怎么写上面 OK 那其实真的可以节省很多的力气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那个回圈写出来 这个是第二个 所以特别叫第一个 那回圈写在哪里 其实也不难理解 那你会发现我习惯都会按一个TAB键 这个是缩排 TAB键 然后FOR 第一个你要了解说FOR FOR回圈非常重要 在回圈里面它有好几种回圈 最重要其实我觉得是FOR回圈 因为用最多 FOR 那再来第二个你需要一个变数 我习惯用I 来表示列 哪一列呢 这个FOR 这个FOR I等于列4到假设103 那你就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第四列到103 然后呢 自动帮我把这个列丢给I 让I去改变 然后会改变从4到103 可是呢 你要下一个的话 Enter两下 告诉他说下一个 NAS 所以他会4 NAS 5 NAS 有没有 那中间的话呢 这个I就会在这个区段里面去改变 所以呢 你直接把刚刚这个东西 有没有 搬到这个中间里面来 然后呢 把它按个TAB键排 键排意思就是说 它的下一阶 就是它 里面的东西 知行的程式 所以特别说说牌很重要 如果你不说牌 全部挤在一起 程式真的很难看 好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很简单 把里面的4 有没有 改为I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是把这边改成I 改成I OK 反正看到4的地方呢 都改成I 好 改完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游标放这个程式里面 去执行它 这个全部的东西呢 就跑完了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啦 OK 不用特别背啦 那为什么我VBA 环境会放在这里 因为我就一边移动来 移动 那就看着说到底我要做什么 我就可以把程式写出来了 不然哪知道哪一个栏是哪一个栏是要写什么 所以特别就写完了 那同样的方法 我还会写一个清除 那清除怎么写呢 其实你就把上面的程式复制贴上之后的话 再把它改一个清除 那清除的话呢 你就把 丢给这个储存哥里面的东西 本来是一个公司 对不对 那就把它丢给什么 空置串 这个就是空置串不是没有东西 空置串就是两个双以号 这个叫空置串 空置串意思就是丢给它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意思就是清除啦 OK 所以如果说我要再多一个清除的话 我就把上面这一段程式贴过来 改一个名称 改后面的东西 按个执行 这样就清楚了 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写两个按钮 就跟我刚刚看到的 OK 那就按它 它就执行输出 再按它就清楚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比较重要的就是了解这个Sales 后面的这个一定是先列 VBA 再燃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其实VBA也并没有那么难懂 主要就 最重要就是你要慢慢去知道 在VBA里面有哪一些最重要的物件 你要能够去控制它 如果你可以控制它的话 再配合什么 回圈 重复帮你做 那如果说有需要做逻辑判断的话 可能再需要去学会那个逻辑 衣服啊 如果什么情况下 再做 如果不是 那就不要做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会先讲那个 这个文字 现在还没有讲到逻辑 下一个单元 我们会讲到逻辑 逻辑的话 如果再加上去的话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 第一个特别就是先开启VBA 然后按右键 最后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程式请你在模组里面撰写 第二个是在上方找到插入程序 上方有个插入程序 那那个程序用Sub就对了 其他的话我想就是照我刚刚的方式试试看